有两个和尚 他们呢住在两座山里面 一个叫一修 一个叫二修和尚 大家都听到过一修 没听到过二修 今天台长就告诉你们 这两座山上都没有水的 因此呢两个和尚呢 都要到山下一条小溪呢 去挑水 那么水呢 必须要乘很多 才能够我们山上 很多的那些法师 在上面在吃 但是呢久而久之呢 一修和二修呢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时间呢在每天的挑水当中呢 已经过了五年了 有一天 二修呢 像往常一样到小溪当中去挑水 他发现呢 一修竟然没有出现 一直等啊等啊 每一天都等不到 又等了一个月 一修还是没有出现 这个时候二修就担心了 会不会这个一修小和尚生病了 我要去拜访他一下 看看能帮什么忙 这时候他就上山 找到了一所所在的庙宇 却发现一修 却发现一修和尚正在庙前打太极拳 他吃惊地问 一修 你已经一个月没有下山去挑水了 为什么你没有挑水 还有水喝呢 一修笑呵呵的把他带到了庙宇的后院 指着一口井说 这五年来 我一直想寻找一个水源 我挑完水之后 我完成功课 我都会利用空间时间的来这里挖口井 现在我终于挖了一口井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用下山去挑水了 所以我才有时间打打太极拳念念经 因此一修 从此不要再辛苦聊泪去挑水了 而二修却依然每天要下山 没有休息 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啊 所以智慧的人 总是利用空余的时间 来帮自己找到未来的希望 就像我们现在有空就念经 为了保护好自己 今后将来不要得病 就像很多人要照顾好自己身体一样 利用空余的时间 让人生获得持久的精神力量和成功 靠的是你利用所有的时间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每一个时代都有修成的一大批菩萨 而每一个菩萨的修成都是因为他们当别人在吃喝玩乐的时候 他们在默默的修心默默的度人在帮助众生 当别人还不理解这个世界的真谛的时候 他们已经获得了人生的真谛 所以当别人痛苦才要去寻找人生真谛的时候 他们已经修成了菩萨了 阿姨